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躺躺跟乐乐看家 妈妈和爸爸要出门一趟 所以叫正在看电视的躺躺跟乐乐看家 结果他们可以顺利看好家吗 躺躺还有乐乐 爸妈要出门一下 现在短针指着7 长针指着12 就是7点钟 我们等一下就回来 大概长针走一圈 短针走一格 也就是一个小时后就回来 麻烦你们看家咯 有什么事情的话 就上楼找哥哥姐姐哟 哦 知道了 喂 躺躺你先去洗澡 哦 咔咔咔咔 你洗得很慢耶 你看 刚刚你长针5的时候进去洗 结果15的时候才出来 长针是分针 辛苦你们了 帮你们带回来了好吃的巧克力饼干哟 晚风 放完冲天炮 我们来玩大龙炮好不好 好啊 但是这个大龙炮威力很大耶 威力大才好玩啊 大龙炮的声音就像打雷一样 你们要记住啊 只有在外婆家这样的空地上才能够放鞭炮 要不然啊 会危害到别人的安全啊 外婆 我们知道了 在大龙市根本就不能放鞭炮啊 路上都是人 不小心啊 就会伤到别人了 就是说啊 所以我们在家里都不能放鞭炮了 我记得有一年过年的时候 有人在大马路上放鞭炮 结果鞭炮飞到一户人家的阳台 那个阳台上有很多遗然物耶 就引起火灾 还有人因此而丧命了 哇 好可怕哦 玩鞭炮玩到发生火灾啊 所以哦 玩归玩啊 还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哦 好啦好啦 放完大龙炮 就进锅子里也吃点心吧 好啊 我最喜欢外婆煮的红豆汤了 好好的嘴巴 真甜 我也很喜欢到外婆家玩啊 尤其是过年的时候 只有在外婆家 才可以这样尽情的跑跑跳跳 哎呦 哈哈哈哈 好好好 外婆啊 你好喜欢你的男人 只要有空啊 就长长回来找外婆啊 准备好了没有 要放大龙炮咯 准备好了 开始吧 哇 我怕我才远一点 哇 哈 噐 什么牺I do you do 此宇 过年 渡过除夕 边炮 边连成串的炮竹 热闹 场面高兴 热烈 造句 恭喜 过年的时候大家见面都会说恭喜发财 见面 他终于可以跟美国的姑姑见面了 长雨 大街小巷 半指城里各处的街上 好玩的水 炎热的夏天来临 下午常常忽然来一场大雷雨 不过地上的雨水很快的又蒸发消息 这是什么原因呢 好可爱 你怎么到了冰辣学校呢 有所不知啊 这是我昨天精心准备的冰喀舌 叫在这么炎热的教室里 我就可以享受冰辣辣的喀舌了 哇 可以你想得出来这么妙的办法 你们看 瓶身怎么会出现水珠了呢 啊 那是因为水跟气变冷会凝结成小水珠啊 那瓶子里的冰块是不是也会因为温度的升高而开始融化了呢 这是当然的啦 水的家人会变成水珠器 而遇到很低的温度的时候就会变成冰了 所以啊 水有三种不同的形态哦 水珠器 我怎么没有看过呢 其实水珠器是看不见的 嗯 对啊 像空气中的水珠器上升 越冷会变成小水滴 这些小水滴啊 就是我们看到的云哦 所以水珠器遇冷变成小水滴的现象 称为凝结吗 嗯 答对啦 嘿嘿 诶 怎么下起大雷雨了呢 那不就不能上体育课了 夏天的午后 大雷雨应该很快就会停了 地上的雨水也会因为夏天的气温照高 会在受热之后蒸发到空气中哦 夏天啊 所以啦 你就不要太担心了 哇 外面的地板有点积水了耶 对啊 那个地方只要满次有下雨 就会积水 让你的地势比较低 当然咯 水是往低处流的 虽然喷水池的水一开始往上喷 但是它最终还是会往下掉 而且 水是有浮力的 比水中的东西可以沉到水里 比水轻的才会往上浮 诶 那我是比水轻的哦 因为我可以浮在水上啊 我怕你是身上的油太多了 所以才要浮池啊 对吧 哈哈哈哈 诶 你们看 你体会 天空又再度放晴了 相信有了阳光的帮忙 背上的雨水一定很快就会蒸发掉的 太好了 那最后一堂课可以上我最爱的体育课咯 嘿嘿嘿 小翔 你不要玩水了 而且你已经攀到我了 你不要再浪费水了啦 难道你已经忘了上次缺水的痛苦了吗 小翔 水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绝的哦 所以啊 我们要好好保护地球的环境 并且做好资源回收 再利用的工作 哦 我知道 妈妈妈妈妈妈妈ся 呜